吸泡面 吸鸡蛋 吸牛奶 看完这些表演式的评测之后 你大概率已经对这个叫做洗滴机的东西心动了 先别着急心动 今天呢我就以正在用了这个云机洗滴机为例呢 跟大家聊一聊洗滴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滴机 你要不要买 所有的清洁工具像什么扫滴机洗滴机吸尘器 都是在替代最为传统的扫把和托把 吸尘器是扫把的升级 蒸汽托把是托把的升级 既能扫又能托的是扫拖机器人和洗滴机 那它俩又有什么区别呢 以清洁力为横轴 省力程度为重轴 高强度的人力加上扫把 托把 带来的是不错的清扫效果 相反几乎不需要动手的扫拖机器人呢 不能够深度清洁 洗滴机比较省力的情况下 做到了最强的清洁力 那为什么它强 我还是要说吸泡面是表演式的呢 关键就在于它太强了 当扫和托融为一体 清洁效率变得更高的同时呢 也把干垃圾和湿垃圾混在一起了 你能想象你们家的洗滴机 把泡面打碎 然后和头发 灰尘 可乐 零食这些东西 混在一起的那种样子吗 吸泡面呢只展示了清洁效果 但是刻意忽视了 吸完之后你需要付出的加倍的时间 清洁洗滴机和清理垃圾 这正是衡量所有清洁工具好坏的三大要素 清洁 清洁 清洁工具 清洁 清洁工具清洁出来的垃圾 我们先来测一下它的清洁力 直接开到MAX最高档 第一关灰尘 一遍过 来到第二关和第三关分别是有 花生瓜子饼干屑 啤酒饮料八宝粥 组成的干垃圾拼盘和湿垃圾拼盘 干垃圾一遍呢能清理个七七八八 两遍过 刚产生的湿垃圾呢反而好清理 一遍呢就能吸完 难的是经过时间的洗礼 发酵和凝固的干污渍 基本呢都需要两到三遍才能够完全清理掉 最后一关头发 再来一个地域难度整片酱油的干污渍 我们先用智能模式 整个过程用了两分多钟呢清理完成 好我们在长按开起MAX强化清洁 这个更快用时呢不到一分钟 遇到很顽固的那种干污渍哈 可以开这个MAX功能 清洁效果提升呢真的还挺明显的 一般家庭的垃圾呢都能够搞定 很少有垃圾三国家门而不入的 大家在选洗地机的时候呢 会看到很多的参数 像什么擦地次数 电机转速 吸力 清洁率等等 但是真的能够反映一个洗地机清洁能力的 还是那个吸入功率 A瓦 一般呢是在60到70之间 云英这个洗地机呢出的比较晚 也算是借鉴了很多前任的经验 少走了一些弯路 比如说她就把她的水箱放在了下面 重心更合理 滚刷内部呢增加了尺数 能够把缠绕的头发给割断 也能打碎一些大块的垃圾防堵塞 整机呢不是很重 我一个肉女子呢 都是可以轻松地把她单手拿出基站的 在双滚刷还是单滚刷上呢 选择了单滚刷 从清洁效果上来说哈 双滚刷呢一定比单滚刷好 你就想哈 一次性拿俩脱吧 是不是 清扫效果呢 更好 但是 拿着累呀 两个滚刷就要有两个马达更重 噪音也更大 而且她俩共用一个进风管道 风管分叉 风阻更大 垃圾呢更容易卡住 强出来的那10%到20%左右的清洁力呢 我觉得不太值 现在大家对于洗衣机的清洁力呢 能大概有个认知了 那她能帮我省下多少麻烦呢 要搞清楚哪里省力 就要先看人脱地的时候 哪里费力 一个人以最丧心病狂的方式脱地 会是什么样的呢 会把拖把向下压 前后擦地拖完一块换地方 不停弯腰 拖一会儿呢 要润湿拖把 厕所来回跑 主要就是突出一个胳膊疼 腰疼腿疼 引进这个洗衣机 是如何解决这三个疼点的呢 首先哈 滚刷会给地面增压 模拟向下压拖把 同时呢 滚刷会以每分钟550次的转速 滚动擦洗地面 模拟前后擦地的过程 当有了下压力和前后的推动力之后呢 你就不需要弯腰了 而且呢也不费力 它的这个滚刷呢 会带着你往前走 这种感觉 其实跟遛狗差不多 力气呢 就相当于是一支太敌 差不多你在房间里 这样子溜一圈呢 清洁就结束了 它自带的水箱呢 就只需要提前加好水和清洁液 那拖地时呢 就会不断地润湿 工作室200多瓶吧 我拖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水箱里的水呢 还剩一点 然后呢中途也没有充电 左右扭起来呢 不是很费劲 因为它是可以180度这样躺倒去清理到茶几底啊 桌脚啊 这样的位置的 以前扫出来的垃圾 归宿呢是破解 拖出来的屋渍呢一半在拖把上 一半呢被抹匀在地面上 你家地面呢是看起来干净 实际上呢是脏得比较均匀而已 洗地机清理垃圾的同时呢还能够清理滚刷 每次接触地面的部分呢都是相对干净的 基本上就相当于你拖一次地去涮一次拖把 而且这个滋出来的水呢还可以通过电解水的方式来除菌 对于有家庭的小孩 哦不 对于有小孩的家庭来说呢 在地上爬呢也是能够放心一些的 大家哪怕是不买洗地机这样的产品 也建议买能够将清水和脏水分离的拖把来拖地 干净又卫生 当你把洗地机放回基站它会自己出水开始洗滚刷 洗完之后呢使劲转先甩干 业内呢俗成高速离心 之后呢就进行热风烘干 整个烘干的过程呢差不多要40多分钟 除了烘干滚刷哈 还有上面的污水箱滤网和管道 就是沾水的地方呢它都给你弄干燥 细菌呢就不容易滋生 自清洁完呢就该人清洁了 尤其是遇到油污它不是水溶性的 靠自清洁呢是靠不住的 滚刷呢最好是一周拿出来清洗一次 你也可以看到它变色了之后就拿出来清洗一下 然后就是吸口堵住呢就得清理 最好就是别让它堵住 比如去吸明显比它吸口大的东西 什么纸团啊橡皮泥之类的 咱只能动手捡一捡了 洗地机总体来说呢还是吃软不吃硬的 泡面鸡蛋直流呢随便洗 遇到项链耳环哪怕是一个小瓶盖都能把它给堵了 最后呢基站也是要定期清理的 洗地机偶尔带进来的脏东西 自清洁产生的污水 最起码呢也是一周清理一次 清理垃圾是现代清洁工具最难的一环了 因为它们的逻辑都是先集中再处理 其实呢也就是先甜后苦 清洁的时候不费劲 越往后越费劲 清理洗地机的时候一周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到了清理垃圾呢 必须得是每次清洁完都得做 尤其是洗地机扫脱合衣本来好清理的灰尘毛发被打湿之后呢 难清理不说 你一旦忘了清理 那它们将在垃圾盒里上演一场时间的味道 雨晶在这块呢做的还不错 做了过夜分离 也就是上面呢释放一些大垃圾 下面呢是过滤出来的污水 就大家要买洗地机啊 一定要买过夜分离的 举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去洗一碗泡面 你是宁愿清理一碗打碎了的泡面 混合着汤的嘔吐物呢 还是一碗干拌面和一碗面汤呢 目前唯一的不足 虽然已经过夜分离了 但是固体部分呢 还是被水给打湿了 还是得借助工具才能够弄下来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呢 提出过一个风中效应 大意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感受 取决于它过程中最高峰的感受 和结尾时的感受 就好像是你设了一顿大餐 结果呢还是需要你去洗锅刷碗 你大概会因为洗锅的难过 冲烧掉吃大餐的开心 我一开始对洗涤机呢是有偏见的 大概是因为洗涤机的终点 不是验收整个干净的房子 而是看到污水和垃圾 并且清理它们 那我是如何一步一步的 接受洗涤机的呢 是我重新用回扫把和拖把的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哈 最后洗垃圾盒那点功夫 跟不停的弯腰使着比起来呢 还是太轻松了 洗涤机呢固然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我还是相信 它会慢慢的普及到千家万户 毕竟商用洗涤机已经证明了 在商场和马路 已经期待了大部分的人工扫头工作了 那在家里呢依然会有效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对你有用的话 就帮我多多投币点赞 转发收藏哦 我是红 我们下期见